你好,我是Billy,我的量級是75公斤,但今次會輕輕一點,打72公斤 我暫時是14、15年的香港金曉大拳王,所屬拳館是ATMA Fitness Center 我看過對手的影片,他的高數,就是踢頭,踢頭比較多,而且高我一點 拳不是很重,但我想他也是腳多,因為手長腳長 他的國籍應該是土耳其,但他現在是在泰國的肉球隊訓練 你怎麼會在泰國中? 之前的幾年比賽,我都會去泰國幾個月集訓 今年就試一下不去,因為不可以拿來藉口,當藉口 不去泰國就做不到拳,把泰國那套訓練搬回來香港 做了很多訓練,對泰拳有一定的幫助 信心有,緊張都一定有緊張,因為每次訓練有多足,準備有多好 都會緊張,始終這次是泰國的專業隊 真是職業拳手,有一定的挑戰 我最想跟不同國家的拳手比試一下,不一定只是香港人打香港人 可以為港爭港,我覺得會更好,對外隊,告訴別人 香港的運動員都不差,我們的訓練模式一樣是這麼硬朗的 困難,通常都是自己想出來的,恐懼是我們的想法 所有恐懼都是自己想出來的,憑好有師傅點醒我 其實你都操得那麼足,其實你沒什麼好害怕 你上到擂台,第一次打工開賽,我還記得我還進了廁所 但他最後都跟我說,你操得那麼辛苦,有勇氣,不然你做來做什麼 你操了三、四個月,流了那麼多血汗,你上到擂台 緊張而輸,你是很不值得的,總之你盡量發揮,自由發揮 笑著來打是最好的,你打得最好看就是笑著來打 我就算去到泰國也好,我去到哪裡操拳也好 他是很有耐性去教我每一件事 很細心,很有耐性,耐性是我最少的一件事 因為我是沒什麼的,我是比較急的 到現在都是每一件事很細微地整理我動作 整理我做錯什麼,還有最重要是像活靶一樣給我打 因為泰國的泰國是很聰明的,可能除了你爆胎 過你兩招就算了,但是周師傅,我師傅 真的大了整套甲,是讓我試試所有東西,試試我頂膝 差打中的頭是什麼感覺 因為很多時候你練你打把,打沙包,打到人裡的感覺是不同的 他就肯讓我這樣試,這個真的很難得 我爸爸也跟我說,你有亞洲這個師傅你撿到 你肯讓你這樣打法 因為他也被我打破一次眼角,練拳的時候 不會太多師傅這樣做 就是找一條命來給你練 我感受這件事